你不会去问肠胃炎、肠病毒、流感的人 你为什么发烧、为什么生病、为什么不舒服 那你也不应该问一个精神疾病、问一个犹豫症的人 你为什么痛苦、为什么想那么多 就是一个很矛盾的点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希如 今天我想要来分享那些你看不懂的精神病患 首先我先声明我不是医生 所以我没有办法提供太多的医疗知识 我就是就自己了解所了解的面向 以及我自己想讲的话去讲 然后大家就参考看看 但是我只想让大家更了解精神病患 而不要去污名化这些精神疾病而已 那首先我想告诉大家就是 精神疾病其实好像在医学上面有分两派 一派就是认为精神疾病是完全的生理性造成的 另一派认为精神疾病是心理上造成的 那我不去judge这两派到底谁对谁错 我觉得它是一个生理的心理病存的疾病 那我自己个人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是先天的个性加上后天环境影响 然后后面生病以后 生理的问题又再影响我的心理 所以我一开始是心理 但是后来变成生理加心理的疾病一起混合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首先我想先讲几个犹豫症的陈寗 会是生理性的原因 例如我要看一下小超 因为我真的不是医生 我只能看小超 对 犹豫症很多是因为血清素不足 大脑里面的血清素不足 或者是一些什么纳理子代谢 或者是二查分岸类传导物的降低之类的 我不是医生 就是随便讲这样子 总之我只想告诉你们 我只想传达 其实它是有生理的原因在造成精神疾病的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 你不会去问肠胃炎肠病毒流感的人 你为什么发烧 为什么生病 为什么不舒服 那你也不应该问一个精神疾病 问一个犹豫症的人 你为什么痛苦 为什么想那么多 就是一个很矛盾的点 就是我们都是生病 我想传达的理念是 精神疾病和生理性疾病 这两者都是生病 请你把它们都视为生病就好 不要把它们一分为二 精神疾病跟生病 我觉得精神疾病跟生病 它们本质上都是生病 生理上面有问题 所以请不要 你不会去问说 掌尾言 你今天为什么上途下戏 你很奇怪 你长胃炎 为什么长胃炎 但是你会去问忧郁症说 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阴谋 你为什么那么痛苦 奇怪 这逻辑超奇怪的 你不会去问一个生病的人 为什么生病 为什么不舒服 但是你会去问一个 忧郁症的人 你为什么痛苦 为什么不舒服 我们就是生病了 所以不舒服 这不是很正常的道理吗 就是我一直想讲 就是这个 我不太理解大家的想法 就是会去问忧郁症的人 你 你为什么痛苦 就是我们就是生病了 我只想传达这个理念而已 对 那我有几点想要表达 第一点就是 为什么你总是在负面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就是在生病 我们其实在生理上面 例如像我的话 我是感受不到快乐的时候 有时候很即使 我做非常非常快乐的事 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大笑 大哭 大闹 什么之类的 everyone 我在讲什么 随便 反正就是 anyway 就是 如果我做了任何很开心的事 比如说出去喝酒之类的好了 我还是觉得emo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就是生理性的 它在影响我 所以我会吃药 然后控制说 我的情绪要维持在一个水准时 不然 我会 我可能会做出极端的行为这样子 对 那为什么你总是在负面 对 我没有办法控制 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 有时候就是生理性 它会出现一些 嗯 讯息 就是告诉你 你现在不快乐 但是你问我为什么你不快乐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不快乐 我心情就是不好 我心情好不起来 我会说整个人就这样 就忧郁在那边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快乐 我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 忧郁真的是生理性的问题 一个很大的问题 的一个很大的证明 因为有时候真的找不到不快乐的原因 但是真的不快乐 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生理性的问题 所以不要问我们 为什么一直在负面 因为控制不足 我的生理可能就是有问题 没有办法让他自由的转去一个 嗯 我这样比喻好了 如果正常人 他的情绪曲线是从零开始 我从 我正常的人是从零 比如说今天吃到一个很好吃的早餐 到了五十 然后呢 接下来 下午的时候 嗯 面试被拒绝了 到了复三十 然后呢 接下来我又跟朋友去吃了一顿晚餐 哎又回到正二十这样子 就是正常人的情绪曲线 那忧郁症 他就是从-100-1000开始的 他的每一天起床 就是从-100-1000开始的 他的曲线 永远达不到零之上 他的起伏 就算再怎么大都达不到零之上 所以 为什么一直在负面 因为我的情绪曲线 根本不是正常人的曲线 我根本就不在零之上 我要怎么开心起来 我不 然后像 躁郁症的话是 像我医生会问我说 嗯 就是 零 正十 负十 你最近在几 一般我都是说 我最近在 正三到负三 或正五到负五 这 如果超过正五的话 其实就有点夸张了 对 然后正三到负三 其实算也是一个 蛮正常的反过队 就是 躁郁症的话就是 呃 也算是零在起伏 但是他的起伏 就比正常人更大 比如说 正常人是 零 一百 负一百之间在过渡 呃 躁郁症可能是 零 一千 负一千之间在过渡 所以 呃 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 再来就是 为什么你不能沟通 我觉得 我说 我这边所说的 不能沟通是 为什么你负面的时候 我跟你鼓励 你不能沟通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 就是真的控制不住的情绪 一直 一直袭来 然后 然后觉得自己 为什么这么悲剧 为什么这么痛苦 为什么这么 累 为什么这么 不开心 这些全部都是 我的脑子 一直一直一直 一直传达 给我的讯息 我想告诉大家 一件事 就是 我的脑子 可能 就是我的脑子的机制 运转机制 跟一般人 不太一样的一个点 是 大家遇到挫折的时候 可能第一时间 会想去面 会想去 要怎么克服挫折 要怎么去面对挫折 而我的第一反应 遇到挫折 任何挫折 再小的事情 第一反应永远就是 我要去死 对 我永远 第一个跳出来的 脑子里的念头就是 我要去死 我现在马上要去死 然后开始想 我要怎么去死 对 就是我的脑袋机制 运作已经变成这样了 他是 生理性 或是心理性的 我已经不太确定 但是 我的脑袋运作机制 已经变成这样 所以其实 你问我为什么 我不能沟通 为什么我负面的时候 没有办法 把我沟通成一个正面的人 因为 控制不住的情绪 跟生理的影响 去 去影响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 正常的去 应该说 我们就是快乐不起来 你硬要我们快乐 我们也很难 对 然后其实 像忧郁症 忧郁症 还有很多 忧郁症 造愈症 还有很多 会 转成生理的反应 比如说 心肌 手抖 这些 手抖 其实我也有 就是 他会转成生理的反应 所以他接下来会 从一个心理 假设你一开始只是心理疾病 他有可能会从一个心理疾病 转变成一个生理疾病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 其实 有一阵就是 他真的是一个生理疾病 我真想传达这件事情 我想告诉大家 只要我们真的是在生病 而不是 而不是什么 你要说我们抗压能力不足 也许 我们真的一开始是因为抗压能力不足 所以导致我们生病 但是因为我们生病了 就像是 你 啊 这样讲好了 肠胃炎 也许是因为他免疫力不足 所以得了肠胃炎 得了肠病毒 那 忧郁症就是 也许我们抗压能力不足 所以 我们得了忧郁症 但是一样的机制都是因为某一个原因 所以生病 所以生病以后 你就 你的 你的逻辑应该是他生病了 所以 他会不舒服 是正常的 那 我知道大家很想知道 那你们的痛苦来源到底是什么 你们 到底在痛苦什么 像 我 没有办法告诉你每个人的痛苦来源 每个人都不一样 而且每个人的忧郁都不一样 我觉得 你没有办法去judge任何人的 忧郁来源为什么会长这样 因为每一个人 不管过得多成功 一个大 大企业家 甚 或者是 一个 就 平民阶级的人 你完全没有办法去 讲述 为什么他们 会有 忧郁的情况 他们每一个人的忧郁成因 都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讲我自己的 呃 原因 因为 很早以前有人留言过说 你过得那么好 你家境那么好 你 都是 因为自己的虚荣心 你为什么会痛苦 你凭什么痛苦 你 我最看不起你这种 过得那么好 又要忧郁症的人 但是 其实我告诉你们我 自己觉得我自己的痛苦来源是因为 我过得好 我小时候 我身在一个古异式的家庭 父母都非常的鼓励我 不管我做了什么 他们都非常的鼓励我 然后 我从小的成绩又一直维持在一个水准之上 导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导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 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棒的人 很优秀的人 赚大钱之类的 这是我小时候的幻想 然后 这样的幻想 让我建构了一个很美好的世界 然后 等到我发现 等到我到高中 可能到某一个阶段 可能我开始生病以后 可能我开始沉寂下怀后 我发现自己 没有办法 达到我幻想的这个世界 所以我开始痛苦 我开始觉得 痛苦 所以才会生病 我的痛苦来源是 我达不到我幻想世界的那个 想要达到的事情 但是 所以我才说 你没有办法去评判任何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过得很悲惨 他就一定要忧郁 也不是一个人过得太好 太优秀 他就不能忧郁 你看 其实很多名校他们 学生去看心理医生的 几率其实 满高的 就是 比率其实满高的 因为 优秀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痛苦来源 所以你不能去 评判任何人的痛苦来源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你不能去说 为什么你凭什么痛苦啊 你凭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痛苦 这件事情根本没什么好痛苦 我觉得这种事情 就是 真的没必要拿出来 评判别人 因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事情 那 我是用简单 回答一下 如果你想要帮助这些人要怎么办 这之后 之前我有出过一期影片 但是我之后会再出一期 就是 如果你想帮助他的话 就是你看到他在负面的话 你真的很想帮助他 可以稍微去跟他聊进去这样 但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你跟 忧郁症 躁郁症 任何精神疾病和病患相处的时候 只要你发现你自己的情绪被他影响 那么请你 不要 尝试 尝试不要再被他影响 例如 你 呃 就是 请不要把自己也陷进去 不要把自己也拖进去 帮助别人很好 但是如果影响到自己 不会是一件好事 呃 也许 他 需要更专业的人帮助 而不是 把一个不专业的你 拖进去更深的深渊里面 所以 呃 如果你有想帮助的情况的话 当你看到他在负面的话 你可以去跟他聊进去 可以去鼓地鼓励他 但是如果你发现他的负面 远远不断的一直在传达给你 而且他的自暴自欺 或者是他 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了 其实 那么就请你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 你就淡淡的 呃就是暂时不要恢复什么的东西 就是 稍微的恢复几句 就是鼓励 还是鼓励 以鼓励为主 然后 然后就 不要再恢复 这样子 因为 这个时间的他其实是 比较没有办法沟通的 所以其实 我 我会更希望你不要去影响自己为主 对 呃 不管怎样你陪伴一个 有精神疾病的人就是 以不要影响自己为主 对 那 因为 假设 我在自暴自欺 然后你还跟我说什么 诶 你不要自暴自欺啦 为什么 你这样自暴自欺 我也帮不了你什么 其实我会觉得 心理上 更难受 因为我就是因为 不舒服才开始 传达我的负面讯息 但是 你好像没有 接受到我需要帮助的讯息 就是 我知道这样可能听起来很怪 但 就是 呃 也许 精神疾病 与你们的 世界 它不是在同一个层次 所以 如果你没有精神疾病 你身边没有精神疾病的患者 你没有体验过精神疾病 那么 呃 不是特别了解的话 就 尽量帮助 然后 不帮助也行 尽量帮助 想帮助的人尽量帮助 然后 主要以不要影响自己为主 好 那我今天非常想传达一件事情 就是 精神疾病 其实就是正常的生病 所以 请不要把它 刻意的去 污名化说 呃 嗯 都是因为 因为 个性有问题 心理有问题 心理扭曲之类的 我们其实 我们其实很多是因为生理有问题 或是心理生理混合的问题 去造成的 所以请你们 也多多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疾病 就是像我说的 你不会问肠病毒的人 你为什么上肚下泻 为什么不舒服 所以 请你们 也不要问精神疾病的人 你为什么痛苦 这是一个 呃 就是我的意思是 就是 不要问他们说 你为什么忧郁啊 为什么 为什么要忧郁 明明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就是这种问题 就非常的没有必要 对 好 那我今天想说的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下次再见 如果你们 喜欢我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 喜欢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喜欢 那如果想要继续看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订阅 如果想要随时收到我影片的通知的话 可以帮我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